感谢主 敌人前辈平安 欢迎大家来到生命之关的同工学习原地 我们再来共同分享圣经真理 今天奉耶稣明 跟大家来共同学习洗礼教育十语当中的第二点 就是洗礼的方法 生活的尝试告诉我们 世界上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需要采取实弹的工具 采用正确的方法 才能够产生出功效来 洗礼 这是一个圣礼 是神向我们人类传递救恩的圣礼 所以这应该是非常慎重的 但现在一般教会 对洗礼的方法非常的随便 有颠水洗 有沙水洗 有在池子里面 浴缸里面洗的 并且他们认为 不管任何方式洗礼都可以 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发现 洗礼的方法只有一种 而且这一种正确的方法 一生也只能一次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 就是 标准才有所灵的功效 如果洗礼的方法 与得救没有关系的话 愿任何方法来洗礼 都符合神的旨意 那么主耶稣就没有必要 向我们本会出席 古人魏保罗启示洗礼 因为他以前在伦敦会 和使徒信心会 已经接受过两次洗礼了 他在1917年的商约 他受了圣灵的洗 说方言 在1917年的5月23日 主耶稣开圣对他说 你要禁食39天 一定不至20 他就尊神的命令 开始禁食 到了1917年的5月28日 他在大声祷告当中 父郎天上有声音对他说 你要受耶稣的洗 于是他被救圣灵 引导他到 北京的远地门外的大门 大湖门河 跪在水里祷告 这个时候 又听见有大声音对他说 你要面向下受洗 他就遵命 面向下受洗 受洗起来以后 抬起头来 看见荣耀的救主 向他显现 这个时候 他感觉 自己的身体和灵魂 都洁净了 他由水里上来 进入了树林 主耶稣又向他显现 门主耶稣指示他 应当改一个圣名 叫做保罗 他原来是叫做魏恩波 所以后来 主耶稣指示他 应该改名为保罗 并且 托付他 要更正 隔教派的一些信仰上的错误遗传 实委就从五月三十日起 他就不断地门圣灵 启示他 本会光伏得救的重要教义 并且他听到这些教义 他把它记录下来 以后就传扬 我们从使徒魏保罗 他领受主耶稣 关于面向下洗礼的重要教义 就告诉我们 这个洗礼的圣礼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是光伏我们得到神救恩的重大圣礼 所以我们必须本作圣经 非常慎重地来对待 同时按照圣经来执行 我们在圣经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主耶稣和使徒们 各们留下了正确洗礼的方法的榜样和教训 首先看主耶稣 他是如何受洗的 请大家看 马太福音三章的 十三到十七节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 见了约翰 又受他的洗 约翰想要拦住他 说 我当受你的洗 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 耶稣回答说 你暂且许我 因为我们礼担见 敬住本的义 于是约翰许了他 十六节 耶稣受了洗 谁即从水里上来 天赋狼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 神的灵 神的灵仿佛格子降下 落在他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属喜悦的 我们从这一段 主耶稣受洗的圣经 你会得到很多属灵的教训 主耶稣 他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 他本来是没有罪的 但是他为什么又受洗呢 主耶稣 他是这样说 我礼担这样敬住般的义 这什么意思 义就是神以为何以 人应当做的事 所以主耶稣 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 他身在律法之下 是要把我们这些 律法之下的人救出来 所以他应当为我们这些 在律法之下的人 留下 得救的榜样 也就是说 留下 神希望我们如何做的榜样 第二点 我们从圣经里面 也可以看到 很多神告诉我们 正确洗礼的方法 到底我们如何进行正确洗礼 我们有几点有注意 第一点 我们洗礼的必须是野味的活水 为什么呢 因为主耶稣 他是在约荡河受洗 约荡河当然是在野味 他耶稣活水 但是有人曾经访问我们 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是不是也都要效法 主耶稣到约荡河去受洗 我们的回答是 圣经并没有要求 我们一定要到约荡河去受洗 但是我们在圣经当中 可以发现 施洗约荡 他是在哀论施洗 请大家看 约荡福音三章二十三节 看约荡福音 三章二十三节 约荡河在靠近撒冷的哀论也施洗 因为那里水多 众人都去受洗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 约荡 为什么要到哀论去施洗 圣经告诉我们 原因是 因为那里水多 同时哀论的原文 就是泉水的意思 那就说明 约荡 他不是每一次 肯定都要在约荡河施洗 他也可以在埃论去施洗 当时约荡 到埃论施洗的原因 是因为那里水多 同时这个埃论有泉水 我们再看 使徒形状 八章的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 我们只知道 当时菲利 在加沙的路上 握一个哀提阿波的太监洗礼 所以说 从这几节经文 耶稣受洗 施洗 和施洗 以及菲利在加沙路上 为太监施洗 都告诉我们 我们洗礼的第一个方法 我们应该到 也为了活水去施洗 同时圣经的预言 也照样告诉我们 我们看 撒加利亚书 十三章的第一节 我们看撒加利亚书 十三章的第一节 那日 必给大卫家 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开一个泉源 洗去罪恶与污肺 这也是圣经的预言 神 又开一个泉源 来洗出 人的罪恶与污肺 那就说明 神又洗出 玄冰 罪恶的地方 祂是什么 是活水成员 主耶稣定死 十字架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有一个冰钉 拿枪 沾他的肋旁 随即有血 也随流出来 这是记载在 约翰福音十九章的 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请大家注意 这里圣经 是告诉我们 主耶稣热盘的血 而水 是流出来的 流动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 所以也未活水 这是圣经 要求我们 洗礼的第一个 和服神级旨意的方法 第二点 洗礼的方法 我们是实行敬礼 也就是 存生入水 为什么一定要 实行敬礼 因为圣经的 圣经的原文 就是敬礼 同时 我们刚才看过 马太福音三章的十六节 耶稣 接受敬礼 祂是从水里上来 同时我们在 使徒行传八章的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当时记载 非礼为 爱提阿波特太监 实行敬礼 是怎么进行呢 他是二人 同下水里去 从水里上来 这就证明 洗礼 一定是 应该用敬礼 才符合圣经整理 才符合神的旨意 同时 敬礼 也才能够表明 我们受洗的人 是与主一同埋葬 因为圣经在 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 就是怎样告诉我们 请大家看 罗马书六章的三到四节 岂不知 我们这受洗归录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录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助受洗归录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助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洗礼 归录耶稣基督 这是表明我们的救人 与主同定时之家 同时 我们还要与主同埋葬 同复佛 所以才能够得到重生生命 所以是要敬礼 才能够表明 我们是跟主一同埋葬 好像主耶稣 进入坟墓当中 以后第三天复佛 所以洗礼就是表明 我们与主同死同埋 同复佛的一个过程 所以敬礼才能够表明 我们的救人 不但定时 还与主同埋葬 第三点 我们受洗 必须是低下头 也就是面向下受洗 为什么非要面向下受洗 因为圣经是非常的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们看罗马书六章的五到六节 我们看罗马书六章的五到六节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夫妇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 和他同的十字架 使罪生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卢谱 圣经 使徒保罗明确地要求我们 敬礼的时候 死的形状上要与主联合 那主耶稣死的形状到底是怎么样呢 使徒约翰 他当时在十字架下 他看见主耶稣死是怎么样呢 我们看 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节 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节 耶稣缠了那处 就说沉了 便低下头将灵魂教护神了 这是在十字架下 使徒约翰他亲眼看到主耶稣死的时候 他是低下头 那使徒保罗圣灵感动他 尤其我们洗礼的时候 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 所以我们洗礼 必须是面向下受洗 所以当时我们初期的工人 魏保罗 就是听到主耶稣告诉他 你要面向下受洗 我们的救人 只有跟主同定十字架 才有涉罪的功效 因为洗礼就是表明 我们救人与主同定十字架 那既然我们救人是与主同定十字架 所以我们死的时候 并然是低下头 所以说低下头 正是挂在十字架死的并然的形状 只有十字架上的死 才是效法住耶稣的死 才能够产生出涉罪的功效 同时低下头 也是一个罪人 他认罪悔改 求涉罪的应有的态度和表现 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 路加福音的十八章 十三到十四节 请大家看 路加福音十八章 十三到十四节 这是主耶稣 但是传道的时候 他说了一个比喻 就是说 有两个人到圣殿里去祷告 他的不断的表现 那瑞利永远的站住 连举目万天也不敢 只垂着胸说 神啊 开恩可恩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 这人回家去 比那人倒上为一人 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 至卑的必升为高 所以说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 我们求主 老恕我们 我们在主面前悔改 我们应有的态度 应该是谦卑的 应该是低头的 所以说 自卑的必升为高 虽然这个人 瑞利是个罪人 但是因为你看 他低头 连举目万天也不敢 所以主耶稣称赞他 比了个自以为义的 法利赞人 更门神喜悦 所以他可以门主的设罪 所以我们本会的出席 古人 为保罗战老 神启示他 要面向下 接受主耶稣的洗礼 第四点 我们必须奉 耶稣基督的圣名受洗 为什么 因为使徒们 他们施洗的时候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看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 彼得说 你们个人有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色 就必领受主赐的圣灵 我们再看 八章的十六节 我们再看 使徒行传八章的十六节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 他们一个人身上 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 这里告诉我们 当时撒玛利亚门徒 他们受洗 也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我们再看 使徒彼得 为戈利流 全家人受洗 我们看 使徒行传 十章的 四十七到四十八节 于是彼得说 这些人既受的圣灵 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 愿谁跟他们施洗呢 就丰富 奉耶稣基督的名 给他们施洗 他们邀请彼得住了几天 所以说 使徒 他们施洗 都是奉耶稣的名 而且奉耶稣基督的名 为什么我们要奉耶稣的名 因为圣经里面 耶稣原文就是 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的意思 同时在使徒行传 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 除足以为 便无拯救 因为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你看 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所以这个名 是一个有大人的名 神要借助耶稣的名 来施行拯救 所以在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七节 他教导我们 无论你做什么 或说话 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这里使徒保罗圣灵感动他 我们无论做什么 包括我们讲话 做事情 都有奉耶稣的名 那么自行 圣礼 那当然更有奉耶稣的名 但是有人 根据 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的十九节 大家看 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的十九节 耶稣说 属于你们又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有人说 根据这一段圣经 主耶稣是明明的告诉我们 要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但是使徒 跟我们本会 为什么不顺乎遵行 主耶稣这一段的法 使徒们是明明听见这句话 但是为什么他们不顺乎遵行 因为使徒们 已经受了圣灵 所以他明白 主耶稣这一句话的真正行义 因为这里说 奉父子圣灵的名 要强调父子圣灵的名 名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呼 他只是代名词 圣灵 他是父的灵 和子的灵 他也不是名字 并且在圣经中 这个名是单数 那就说明 那只有一个名 所以主耶稣是强调 父子圣灵的名的正义 就是一个名 耶稣 使徒们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了 所以他们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他们为人施洗的时候 同时教训人的时候 都是 在圣灵的名 第五点 我们洗礼 为人施洗的人 他必是一个属灵的人 也就是说 已经被圣灵充满的人 为人施洗的人 不但要受过本会 和服圣经真理的敬礼 同时 他还必须 已经领受圣灵的洗 为什么 因为主耶稣呼和以后 他向门徒显现 告诉我们是非常清楚的 请大家看 约翰福音的 二十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乎怎样拆遣了我 我也照样拆遣你们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 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这里主耶稣教训我们 他说 父怎样拆遣了我 我也照样拆遣你们 这里告诉我们 受圣灵 是奋主耶稣拆遣的凭据 耶稣用什么凭据来拆遣呢 就是用圣灵 因为天父也是用圣灵来拆遣耶稣 我们看 路加福音 四章十八节 请大家看 路加福音的四章 第十八节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愿高高我 就我传福音给贫穷人 拆遣我报告贝罗的得释放 狭眼的得看见 就受牙齿的得自由 报告神越南人的洗脸 这里主耶稣 隐悦以赛亚书的一段圣经预言 这一段预言就是主耶稣 他自己 这里圣经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愿高高我 你看 神 愿圣灵的恩高 来高我们的耶稣基督 高他来干什么 叫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主 报告贝罗的得释放 狭眼的得看见 就受牙齿的得自由 就是主耶稣来世界上 做我们人类的救助 就是要拯救我们 把他们从撒旦的泉下救赎出来 所以说天父是用圣灵来采遣耶稣 所以主耶稣说 父用圣灵采遣我 我也照样用圣灵来采遣你们 同时施洗一汉传道的时候 很多人都到他里面去受洗 但是因为他是先知 神就告诉他 将来有一个人 他是我们人类的救助 神告诉他 如何将主耶稣跟世界上 那么多受洗的人 分别出来 施洗约翰说 也是因为看见圣灵 站在主耶稣身上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 二十九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二十九节 是 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就说看了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我们再看 三十三节 到三十四节 我先前不认识他 只是他 拆我来 用谁施洗的 对我说 你看见圣灵 降下来 住在谁的身上 谁就是用圣灵 施洗的 我看见了 就证明 这是神的儿子 所以说 天父用圣灵 来拆见耶稣 同时 用圣灵 来印证 耶稣 是我们人类的救主 约翰 施洗的时候 就是因为看见 圣灵 降在耶稣身上 所以他向人 做见证说 这是什么 神的羔羊 能够除去世人罪孽的 所以 本会 已经受水灵重生的人 而且 还有受教会的拆遣 他才可以 为人自行洗礼 为什么 因为 从耶稣刚才的教训 赦罪的权柄 是来自圣灵 从耶稣说 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 谁的罪 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的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的 就是因为 圣灵 证明是受耶稣的财遣 圣灵 才有赦罪的权柄 所以主耶稣 他当时 升天之前 所以才那么 郑重 其次的 告诉 门徒 要在 耶路撒冷等候 互所应许的圣灵 告诉他们 你们得到圣灵 就必须得出 灵力 是什么灵力 是传灰的灵力 才得到 赦罪的权柄 我们 属于 确信 我们本会的 洗礼 它有赦罪 和重生的功效 是因为 我们教会 我们洗礼的方法 完全符合圣经 感谢主 今天跟大家 就一起学习到这里 我们一起莫达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主